首先表揚本市参加2017年WRO国际奥林匹亚机器人全国总决赛 荣获佳基的学生以及教练们 首先是竞赛国小组获得佳座的两位同学 大兴国小高伟伦同学请上来受奖 大兴国小苏玉伟同学 竞赛国中组第一名也有两位同学 首先是明道中学国中部张世佑同学 大业国中包博成同学 竞赛国中组加座有两位同学 明道中学国中部张威成同学 第二位是明道中学国中部李并树同学 高中直组创意赛第二名有三位同学 首先是丽人高中李绿颖同学 丽人高中陈忠群同学 丽人高中林永顺同学 足球赛第一名有两位 西南国中陈丽书同学 也欢迎吴议员今天特地来为西南国中的同学们打气 第二位是西南国中蔡忠汉同学 大业国中文字幕志愿 足球賽第二名共有三位 首先是台中一中李承翰同學 台中一中王順紅同學 台中一中許碩恩同學 足球賽第三名有兩位 首先是衛道中學國中部林亮君同學 第二位是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中學部張承翰同學 進階挑戰組大專組第二名有三位 首先是中興大學蔡承翰同學 中興大學陳述同學 中興大學楊嘉明同學 教練施克明老師請上台受架 教練王俊寧老師 教練柯瑞龍老師 教練胡祈游老師 教練葉東奇老師 教練成龍熊老師 教練成龍熊老師 我們請所有的授獎同學們 以及教練還有家長們 以及教育局彭局長 一同上台合影 本次的競賽是在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舉行 本次的學生都獲得了晉級世界賽的資格 表現非常的優異 再一次恭喜同學們表現非常優異 再一次恭喜同學們表現非常優異 接下來要表揚本府106年年能 透明獎的得獎機關 首先是獲得精進發展類的特優的是都市發展局 請賴科長中達代表領獎 得獎作品是建造建造執照申辦流程得來速 獲得特優的有三個機關 首先是地震局 請余科長運證代表領獎 得獎作品是重劃資訊1.0 權益保障大躍禁 重劃資料掃描建黨公開 資訊不對等走入歷史 特優地方稅務局請陳局長上台受獎 得獎作品是天眼計畫違章現行運用地理資訊系統清查房屋未涉稅及案件作業計畫 特優警察局請楊局長上台受獎 得獎作品是將會民眾一化服務一條龍 優選也有三個機關獲獎 首先是中正地震事務所請領主任永成上台受獎 得獎作品是個資安全網產權守護三關卡 個資不離身全責最保障 優選地方稅務局同樣請陳局長再次上台 得獎作品是主動通知最透明心理房幣稅有意地價稅主動挑檔服務 經濟發展局請旅局長上台受獎 得獎作品是太平產業園區工業用地選購地抽籤作業 加作有六機關首先是龍井地震事務所請郭主任敏慧上台受獎 得獎作品是抵押權圖銷一觸半截 加作都市發展局請政科長永德上台受獎 得獎作品是在建工程地圖查詢平台及建築物施工管理一化 APP 加作文化局請陳主任文靜上台受獎 得獎作品是一文研習報名資訊即透明化服務辨明措施 加作環境保護局請陳科長中藝上台受獎 得獎作品是台中噗噗網全球化補助系統線上申請作業 加作建設局請林科長玉淳上台受獎 得獎作品是台中好好行 APP 加作水利局請州局長上台受獎 得獎作品是守護用水權益真安心水警申報納館好便利 接下來公請市長頒發感謝狀與外聘委員陳亮智先生 我們請所有的受獎機關代表一同上台與市長合影 同時也請政風處處長上台合影 為了貫徹本府連能開放效率品質的施政理念 落實連能施政政府的目標 我們透過這個計畫來鼓勵本府各單位各機關致力研議現行重大業務的透明便明程度 藉以建制本府各機關電子化政府行政透明化的措施 進而來保證我們人民知的權利 並且提供民眾監督政府施政管道 以獲取民眾對於本府施政的信賴 來建構本府為高度連結城市的連鎮願景 市長 其實我也要稱呼老師 我碩士班的老師也是我的碩士論文的committee member 林家隆 林老師 對 名師出高度 人家說老師以學生為奧 我看是很難超越 我是學生以老師為榮 很感謝市長給這個機會 各位師傅的主管大家早 很有幸今天參加我們這個連鎮的審查是第一次 去年是第一屆 那這個也讓我想到歸期我們比較政治的時候 這個透明 transparency 然後開放 openness 某種程度上在這兩個條件 之下可以提高我們的行政效率 Efficiency 所以其實我跟市長推動府內的相關的局處單位 在這個連鎮透明 讓這個資訊公開化 讓我們各局處的這個訊息 尤其現在電子化網路 已經是一個時代的趨勢 民眾用手機 用電腦 用網路上網去看市府相關的政策 推動審查頂頂的進度情況結果 幾乎大概也都可以reach到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局處們來推動這樣子的業務 讓府內的工作推動 跟我們的民意更加的接近 更加知道民眾的需求 甚至於他們想要知道的一個進度 某種程度上也是回饋我們市民 在這個市政上 政策上 工作推動上的一個認知了解跟接受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用意 新早的規定當中 當然有很多很好的idea推出 我覺得這個是讓我們在行政上 能夠推動一些創意 然後藉由網路平台跟民眾 拉近距離很好的一個方向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有創意的一個 的工作 那某種程度上當然就是 像我剛剛所說的 拉近民眾的這個距離 然後符合我們在市政上的這個透明 公開以及提升效率 所以我很有榮幸參加這個活動 那我希望也可以繼續辦下去 然後各局處單位思考看看 未來如果 我覺得這是應該是沒有指定的一個進步 那未來可能在各個市政 或是方法上來講的話 都還有可以更精進的一個方向或措施 那當然最終就是回饋我們市民在這個 對市政的一個了解 然後對生活上的一個需求 能夠滿足他們的一個最大的一個目標 以上是我的一個觀察 謝謝 謝謝 好 來 陳教授請坐 我就也要發表一下我的心得 就是要打造連人政府 是要有方法的 那其實如果好像整天要貓桌老鼠 為了防避而無法心力 大家都很累 是不是有比較聰明的方法 改變環境會改變人的行為 所以我一直認為 政府的這個連人是要從上做起 那不是說以身作者而已 其實是要創造一個制度性的環境 讓人性正面的力量可以發揮 那有一些環境 有時候很容易同流合污 或不小心就踩到地雷 我們的政府常常去用了很多規定 然後讓自己來違背 那是不是可以規定少一點 然後呢 真正啊 就是令出必行 這樣子政府的權威公信力才建立 是這樣的理念 我們來研究看怎麼做 就是我跟正峰處 我們張處長也不斷地研究 前幾天 新的 連政署長 主署長也來拜訪我們 我們交換的意見 大家都知道 要用頭腦 要用方法 來讓政府的這個 連能能夠發揮 那為什麼連跟能要一起講 如果你只是連結 而你沒有能的話 這個政府也沒有辦法 把服務人民的工作做好 你只是不犯錯而已 不貪污 我們要防避還要心力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讓 大家能夠在一個好的 制度環境 也就是組織文化 人性很複雜 我們台灣人有時候到了 比如日本 或美國 我們都會遵守交通規則 在我們這個台灣 好像都市裡面少蓋了一個尾箭 會吃虧 反正左右都有 反正 那現在沒人 那紅燈 也把它走一下 好像 才沒吃虧 所以 人 怎麼樣從 行為的改變 然後進而形成一種文化 這個其實是要創造一個 制度性的環境 這個我大概就是要的理念 那我們一開始就標局 我在上任的時候 我們的一級主管 也都有簽連政公約 我有提出四個環環相扣 我認為建立連人政府 是很重要的一個理念 連人 透明 效率 品質 其實這是四合一 要 既連且能 這個是我們的目標 那你只要做到透明 其實大概七成的問題都解決掉了 因為 陽光照射的地方 比較不會有藏汙納垢 不會有細菌 所以讓人民知道更多資訊 就不會有資訊不對稱 然後大家就很放心 其實這個是開放政府 或開放資料的運用非常重要 所以世界的這個提倡連人政府的組織 為什麼叫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國際透明組織 他就是說 就是一個比較公開的資訊 自然會有check and balance 自然會inform and empower 很多的人 那也會有一些民間的專家 會計師或者是什麼律師或什麼什麼 退休的教師 他們就可以幫政府做體檢 所以透明 其實是最輕鬆的方法 但是要透明 也是要處理一些技術性的問題 因為政府的資料 長期建立以來 很多的這個檔案 是沒有整合 所以現在數位匯流 就是要建立智慧程式 所以為什麼要有數位治理局 當這些資料都透明公開 大家可以所謂禁用權 這是非常重要 它不只可以避免貪腐 人們也可以參與治理 你進入很多事情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這一個是需要有一些要標準化 要系統性的來建立這些 包括你看管線圖資 才不會在救災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消防局的同仁 到第一線去 你看到逢甲夜市附近 有這個氣爆 可是你怎麼知道 這下面還有多少不定時炸彈在附近 你為了要去救那一個火災的氣爆 你就引爆了很多其他的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要求要把管線圖資 3D立體化 在三年內完成 而且要由這些管電商來出錢 因為你是特許的 你是政府給你這個特權許可證 你怎麼可以只賺錢不顧人民的生命安全 所以大家也很樂意 只要政府出面 大家也都來做 編預算 回饋社會用這種方法最好 再來第三個就是效率 資訊如果不透明的話 人們不知道怎麼去改善 我們很多過去的公文檔案 送來送去 尤其像1999 大家接到電話之後沒有解決問題 當然抱怨很多 然後呢 我們如果能夠單一窗口 一戰式服務馬上辦 我們的市府要成為一個團隊 變台中隊 不能各自為政 我說你們起來 每一天我們這些局處同仁 除了謝天謝地 謝這個媽祖耶穌或穆罕默德 你要謝謝1999在第一線那些幫你忙的人 他接電話就減少你沒有必要的工作量 所以你要把他當作你的貴人 分身 好好的服務他 他就可以服務人民 我服務這些局處長 局處長服務第一線的公務員 自然的人民就受惠 市長大家就滿意 這是一個善循環 如果是一個負面的循環 那整天在幫你罵 然後我們的電話就接不完 然後裡面很多你沒有解決問題 他當然一直累積 所以我們要用智慧 用這個所謂大數據分析 好好的去把台中市 從建立1999變明專線到現在7年 總共有將近1000萬通的電話 好好的去做大數據分析 化被動為主動 然後去解決掉問題 所以我們的客服就是1999的電話 一定會減少的 因為你有解決的問題 所以效率如果你沒有的話 也是貪腐的溫床 因為大家急嘛 很多的這個證照 或者是審查的一些案件 送進來之後大家 因為公務員負擔太重 因為做很多無效的事啊 很多的工作一定要精簡 不要浪費時間精神啊 做一個規定 我要給大家好做事情 拜託我們的局長 給你們會比較好做事情 好做事喔 除了那個薪水之外 那個工作環境 不要再應付 應付三次之後他就知道 就是大家都做一些無效的事啊 是不是可以重新去精簡行政流程 把沒有必要的工作把它幹掉 那效率大家就不會緊張 然後就不會送紅包 然後就有很多跑劍 他創造了很奇怪的政府文化 什麼事情本來就是 應該就雙向可以做 跑出很多中間人 然後他有時候也沒送劍就罵政府 說因為政府刁難 所以這個你給我的這個 這個費用還不夠 要加碼 錢是都拿去哪裡 有時候也沒有貪污啊 但是就是整天外面都來罵 這個要改變的話 就是效率 所以很多送件 我跟他講 第一次送件不起 是送件人的責任 我們要幫忙他 第二次送件再不起啊 是我們政府的責任 因為你沒有告訴他怎麼解決問題啊 一個製錯了 或是一個什麼樣的資料不對 就要重新再進來一次公文 所以我想 這個效率 是非常重要 最後就是品質 就Quality 政府服務啊 不是有就好 要做到 真的是 要有市場競爭的概念 政府是不會倒啦 不像企業 但市長是會倒的 說實在 大家 當然有些 為什麼有些縣市首長到第二任 就這樣 比較 比較隨便 因為他已經 任期到了 不能再有第三任 可是站在政黨政治啊 也是你的黨會倒啊 站在民主政治的話 說實在 最重要的是 不是我們為了 公務員都有一些 都有相當的素養 經過考試進來 也希望有成就感 所以不是為五斗米 在那邊 領這個錢工作 公務員士氣很重要 所以品質把它弄好 他本來預期你八十分 你給他八十五分 他把你搖滾到十字 說你一世人好 好樂不為 人在公文好修行 不斷的提升 所以金子獎 我們過去十五年來 沒有去參與金子獎 因為不合格啊 那八十五分 才能夠參與 我們現在每一年 都有好幾個 這個就是榮譽 這個工程得到金子獎 以後大家進去 北區國民運動中心 現在到歌劇院 我們就可以講 真的是 國家最高的品質的保證 所以這些 整合在一起啊 那我們的市府 的整個 現在的這個可以說 連任政治 我想張處長也在這裡 連任處長那天也聊 確實現在是比以前 確實是都有在越來越好 那我舉幾個例子分享 剛剛我們都發局 因為最近有這個所謂的 證照的申請啊 這個得來數 也就是說 要申請建造過去這個 很多的要爆一堆 一些檔案還有一些圖啊 很複雜 那你如果有一個小錯誤 要回去要重送啊 那現在就進來之後就公開啊 甚至就雙向 大家可以討論修改啊 那都會留紀錄 現在很多的現在數位 治理啊 包括 這個走過都留下痕跡啊 這也沒有辦法竄改 就是書面的資料改來改去 讓它變成一個就是 數位整合的服務 這個就是變明啦 這個也是效率 那自然的透明 也能夠提到更好的 品質的這個服務 那地震局對不對 很多的大家對地震 很多重畫 會生會癮啊 那就把它公開啊 對不對 就體檢嘛 請大家的眼睛來幫忙 我們防避心力 剛剛也有像 不管是地稅局 現在 現在很多未繳稅的都跑不掉 國民本來就應該繳稅 我們不是說 為了要去吹那個稅 是公平啊 所以我們的地稅局 很多的這一些未繳稅的資料 現在都 一點就通啊 就知道 就可以去請他來繳稅 剛剛非常多 這個 講下去講不完啦 金發局也是 太平產創園區 佩地呢 這麼多人在抽籤 大家眼睛都很亮 把資訊公開 不會大家感覺到 是不是內定了 我們要能夠做到這個程度 我想 這不是一天可及啦 所以我想 也感謝政風處 這個我們的連人透明獎 為什麼不是叫連人獎或透明獎 要叫連人透明獎 最主要是我們希望我們市府 整個未來是一個開放政府 也感謝陳亮志教授 跟很多的審查委員幫我們忙 那我也請我們的局處同仁回去轉告 這個獎不是只是一般的應付 真的是你們值得 You deserve 值得我們的肯定跟感謝 那我的分享 回到林教授 我陳教授知道 我在這個課堂上 我講 講課不看草稿的 我就是開心說 講到他們下課也不走 整天都賴著我在我的研究室 我很累 教授這個一個禮拜八小時的上課 我這個到學校 從早忙到晚 因為我想就是很高興 今天就是講得多一點 但是感謝各位 大家繼續努力 謝謝 現講 本市衛生局榮獲疾病管制署 105年加強結合並防治獎勵計畫的考評 獲得A組第一名 恭喜衛生局 頒獎到此結束 研考會報告 要開專案報告 研考會報告 今天10月23日召開第315次市政會議 首先報告出席情形 英道人數40人 十道人數39人 其中郭副秘書長請假 秘書處處長公差 由黃主任秘書代理出席 運動局局長英公出國 由郭主任秘書代理出席 法治局局長公駕 由張副局長代理出席 新聞局局長公駕 由吳副局長代理出席 以上 恭請市長主持會議 好 謝謝大家 我想市政的推動 這個真的千頭萬緒 不過抓重點 整個台東市 在每一年的秋冬之間 除了空污 這個是氣候跟地形各方面 我們也做了很多的防治工作 就是我們的 可以說這個城市最熱鬧的季節 就是我們的花肚藝術季 經過不斷的提升 配合明年要辦世界花肺博覽會 可以說最近的活動很多 質量都很好 假日我也去看 有國立台灣交響樂團 跟文化局還有合作的回家 就是演這個透過音樂劇 演這個張達金開發北台中的故事 有空 當然好像兩天應該已經演完了 像這些戲我是推薦給大家都去看 還有個大肚王朝 11月3號到5號有三場 這個都跟台中的故事結合 這個城市真的成為移居城市 或我定位的生活首都 是有它的條件 我們不是只是為了工作 生活上面的各方面 大家覺得這是一個好生活的地方 是非常重要 那當然這些活動也需要逐漸整合 質跟量要並重 所以尤其明天要辦花我 我們朝花都前進 希望把這個品牌留在台中 台灣的花都就是台中 這個是要成為台灣共識 我們有這個條件 那利用這幾年 朝社會城市發展 不只是辦活動的場館設施 要具備國際水準 要考慮到能夠文化平權 拉近城鄉差距 最主要是內容 就是有一些表演團體 尤其是一些人才的培育非常重要 我看到那個回家這個音樂劇 我很高興是很多的年輕的文化藝術工作者 有舞台可以演出 真的很多一個藝術品 如果你沒有展示出來跟別人分享 這藝術品只算做了一半 你就放在家裡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跟別人溝通 其實那藝術文化也是個媒介 所以只有展演出來的時候 然後跟大家產生一種交會 這個是我認為我們要把台中 變成一個文化城 我們要提供各種的藝術表演 活動的空間 不管他是街頭藝人 還是他能夠進入到各劇院 那這個硬體的建設是這幾年 我想會完成三到五年 台中市會成為所有舉辦 藝術活動的一個盛會城市 但是更重要的另外一面就是人才培育 我們希望讓這些有創意的文化工作者 能夠在這裡生活 能夠工作 這個是 逐步的這個部分 我相信會越來越多人選擇台中 這個是必然的 當然講到最近 這麼多活動 我想一個就是 石虎 凱旋 回娘家 造成轟動 不輸四大運的得獎的選手 在我們市政中心前面 這五天 都有很多人來打卡 尤其有很多幼兒園 老師帶著孩子在這邊打卡 那我幾次在下面參加活動 他們都把隊伍排好 等我耶 等了半小時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在那邊 怎麼都蹲在那裡那麼久 因為等我參加其他活動完之後 去跟他們照相 那我們的集團結婚也辦在這裡 我們的OK台灣自行車環島也在這裡 福人社的反讀活動也都在這裡 這營造一個空間是屬於市民的廣場 而不是一個冷冰冰的衙門 這個也是我感受到這個城市很溫暖 那人際的互動 我們必須要提供更多的這樣的空間 跟活動 那當然為什麼石虎會受到大家的喜愛 經過這一波的石虎花車 你當然可以感受到最後奔發的這個 這種天亮的暗戰 其實是大家開始了解 台中辦花博用石虎做吉祥物背後的理念 在生態保育 再結合生態生產跟生活 打造一個真正我們認為 就是美麗的台灣 宜居的台中 那這個也因為我們要了解 這不是在誰比誰的問題 雖然我當然認為石虎是一家 熊戰只有一個人 石虎是一個家族 熊漢只有一隻 一家比一隻 當然是人多 這個四眾 又有個鄰居叫歐蜜馬 這個 在那邊唱和很有趣 就是很多故事 這個 演不完的 這個看是要用動畫 還是要用未來什麼樣的 有趣的方式來呈現 這裡面有非常多 可以充實的內容 那總之 這個只是開始 那我們也會要知道這個 背後 大家支持石虎發車的原因 除了比較 除了也很 很Q之外 很萌 現在網路上 年輕人家很萌 最主要是這個理念 是大家支持的 所以我們也會 在這一週裡面 大家都討論 把很多要做的事情推出來 要為石虎家族 來設官方臉書 粉絲專頁 要架設這個石虎保育的網站 要去研理制定石虎保育的自治條例 那各個局處也是一樣 盡量的去想 可以做什麼結合 我想當然教育局 這個如果能夠進校園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生態環保的教育 那當然就提前做 我們有些志工也可以配合 到時候就是戶外教學 每一個學校都有老師帶孩子們 學生去看花博 那就不一樣的意義了 提早跟花博來連結 那台中的活動之多 真的從最近的這個 像這個搖滾台中辦第十年 今年的卡司最強 那也把它結合 響策三六五花開迎倒數 這個也結合包括利寶樂園 他們也來參與 變成三天 另外兩天在台中公園 演唱會 那這個 相關的這些活動 非常的多 再來就是 台中市也是 我們講的運動城市 那運動城市在最近 大家已經出現了解 這近三年來我們把 台中定位為運動城市 也設立了運動局 然後重新去 就是檢視我們需要的運動場館 跟設施 另外一方面是運動人才的培育 所以配合判東亞清澳 那這個其中 我們作為一個中部 運動園區 這在教育部的政策 我們是有 有整合中部縣市 未來就是以區域來辦 大型的運動賽事 那 然後很多的設施 大家就可以互用 我們東亞清澳也有落實 包括 蜻蜓 項目放在籃頭 然後 應該是 是 放在彰化的是 五人字 足球 這樣就 讓都在生活圈裡面 那我想講這個就是說 我們剛剛議會有一個專案報告 就是國民運動中心 那有些議員質詢 但沒有機會讓我講 我想利用這裡講幾分鐘 就怎麼定位國民運動中心 當時因為 那時候中央政府有這個政策補助 那大家當然競爭 可是我們那時候還沒有一個 市府為主的運動程式的規劃 所以就盡量的爭取 15萬人口以上的行政區 就符合基本條件 那申請來的 有些就中央補助2億 那有些我們就要出2億 至少一半 那再超過就有地方政策出 那我們上任之後 去重新檢視 我們現在要把它做得更好 因為當時只是宣布要做 有些根本都還沒有解決土地取得 或者是變更的問題 那錢就要收回去了 所以我們這三年好不容易跟教育部 可以說 這拜託再拜託 然後把它留下來 所以補助並沒有減少 那我們把它做好 這個是 在太平國民運動中心 這個週末去那邊宣布之後 所有的里長議員都在場 大家非常高興 因為中央沒有補助 因為那是在我們上任之前 就已經沒有申請到補助 我們用2億元做出來 超過4億以上的價值 那建築師的說明 我們建設局 黃局長的補充 大家非常的支持 為什麼運動中心要蓋成是水泥大樓 為什麼不能夠跟地景結合 因為那裡就是平臨森林公園 所以結合之後 室內跟戶外的設施可以 都可以共同來使用 那這個 甚至是老人跟孩子可以在那邊 都有他們屬於他們的空間 那這個 這個我講這個就是說 當時地點也未定 我們把它定了 然後也自己編列預算 就是做就要把它做得最好 那其他幾乎每一個國民運動中心 我們並沒有什麼拖延 我們是去解決一些問題 而且把它做得更好 我舉幾個例子來講 已經完成的 北區國民運動中心 先前的設計有問題 因為它那個跳水的高度不夠 會撞到天花板 簡單來講你要符合奧運 比賽的標準的話 那個天花堡還要拉高 那怎麼拉高呢 預算都已經 八包做工程了 在原預算裡面要去溝通 然後拉高它那個跳水 上面的這個要預留的高度 這樣子才能夠用 不然會出現 以前台北辦 聽澳 有一個游泳池說什麼長度不夠 更好蓋好不能用 我們如果這個樣子可以被人家笑 這個就是很清楚 在原預算裡面把它改得更好 那當然怎麼樣去做這些內裝 然後各種方面動線等等 像草馬國民運動中心 大家也了解已經在用 大家很滿意 可是原來要做為一個排球的一個標準場地 什麼球 雨球對 雨球 因為雨球很輕 所以那個空調 如果你沒有市面做得很平均 那比賽不公平 因為風都從一頭吹到另外一頭 你一打就出界了 這個還有地板 我們後來改成木質地板 就是要提升它的品質 所以我意思是說 我要講下去講不完 我要讓同仁知道 同仁沒有做錯 要把做對的事情講出來 再講南區國民運動中心 當時要蓋一個游泳池 要把人家原來戶外的游泳池幹掉 那地方的民意是希望保留 我們重新設計 還讓綠川整合 然後戶外的游泳池可以免費 室內的可以繳費 皆大歡喜 為什麼不做呢 南屯 國民運動中心 停車問題 地下停車場 所有周邊為什麼包不出去一大堆狀況 我們把它解決 然後檀子 國民運動中心為什麼會拖延 因為土地取得 換地一大堆問題 風源 風源區段徵收當時都還沒完成 今年才完成 當然是現在才能進場做 我們曾經思考有沒有替代方案 但是絕對保證風源有國民運動中心 既然我們現在綜合考量 還是在豐富專案的用地 那就把它做好 還包括像北屯國民運動中心 很多說北屯國民運動中心不見了 我們只是換地 北屯有洲際棒球場 有網球中心 有東山高中的 我們投資兩億的標準游泳池 那還有非常多 我們現在要做巨蛋 那你本來那個巨蛋所在 本來的這個國民運動中心 所在地 在松竹路跟崇德路中間 那個交叉 就是有一塊4點大概6公頃左右 然後又有個國產署的地霉處理 又把它一切為二做國民運動中心 跟8000個位置的籃球中心 為什麼不把它整合變成一個巨蛋 加上旁邊近3公頃的公園 整體規劃現在7點多公頃 然後把國民運動中心換一個地方 也解決原來巨蛋所在地 只有3公頃的腹地 還是人家的這個學校用地 我們經過這樣的一個盤整 調這個修改之後 才是可長可久 那大理國民運動中心也是 媒體有一些報導 我也在這裡做個說明 我們希望原來的這個戶外的這個 這個田徑場 就是可以跑步的一個跑道 要蓋國民運動中心 那本來當時也許 原因最早的時候思考設計 他可能外面還是保留那個跑步 可是就會有個問題那個動線 跑步的人跟進出國民運動中心 所以我們就另外再找一個細水池漏水 要來做另外一個可以做跑步的田徑場 好 那現在呢 地方的反應認為說 如果設在這裡 那他的上面是籃球中心 籃球場比較吵 會吵到人家附近的住戶 所以又跟這一個 田徑跑道 再對調一下 然後我們最主要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整個把附近 包括纖維公益博物館所在的 那個禮活動中心附近 一併整體規劃 我們的黃秘書長 還去那邊讓那個動線 本來被切割各自為政 不相連串的這個 一個這麼大的綠帶 那個加起來應該有七八公頃 對面就是哪裡 就是我們大禮公一 現在做市地重劃 所謂第15期的 這一個聯合行政中心 未來附近 我們也在規劃有這個捷運 所以這個整個過去就是說 都是頭頭一頭腳痛一腳 見數不見你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去推動 通過區域計畫 來指導大台東123 前瞻預算進來 我們讓縣市山海屯都均衡發展 有了這個上位的計畫指導之後 你才不會土地政策很混亂 都是戰者為王 解決不了的違建 那我們把過去可以 應該我們化為公設保留地 應該徵收補償的 都解決掉很多問題 大禮公一 是公墓要變公園 我們還不只 不只變公園 還變成公家的聯合行政中心 解決掉超過70億的土地徵收 困難嘛 沒有錢人 然後最近都發局 包括地震 非常多教育局等等單位 在處理的就是我們公設保留地 我們盤點之後有一些 環地於民 你就都市發展的需求改變 為什麼一直限制 有一些學校就不用設 那就如果解編 那怎麼樣做一些調整 然後讓大家有公共設施 也不用花錢 政府 然後人民可以取回它的土地 那從地價來講它沒有損失 類似這一些就是政府存在的道理 我跟大家講我們在做的事情 我們今天回顧來看每一個決定 都是為了讓台中更好 我們有時候寧可緩一點 水南 智慧城 我們這個週末大家 忘了找地震局 跟新聞局我有跟他們講 我花了三小時 對水南幾項的建設做重新檢討 因為打造智慧城市 必須要用最高的標準 要領先台灣的都市十年以上 那個不是過去的經驗 怎麼去修改的問題 而且前所未有的經驗 我們怎麼來建立一個典範 所以當在打造水南智慧城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用這樣的標準 來規劃 因為快要配地了 你配下去之後 你很多的民間的建設定型了 你就很難再改變 文化城中城為什麼有大車站計畫 讓它立體化 讓共戰分流 解決未來交通的問題 這個都發局在去年底 就已經通過我們的這個 內政部審查通過 那為什麼我講這個 我們也可以就做下去了 但是現在的台中火車站 它的規劃就是容納六萬人進出 現在威秀影城在那邊已經快六萬 最近乾城又很多的標的出去 根本就鐵路高價化還沒完成 就超過六萬了 如果金沙大樓現在又變成李方艾美的五星級飯店 可以預見明年就超過六萬 我們大家規劃一個一二十萬進出台中火車站 的車流人流 物流金流 這樣的一個很重要的大車站計畫 這是跟大家分享 我們做對的事 把事做對 那有些外界的一個批評指導 我們要查那雅炎 但是也不用悠殘未激 我們做改造的事 路遙之馬力 你要去哪裡 把人不知道要去哪裡 你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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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永視了 喔原來也要帶我們到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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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桃花園也好 好這樣 時間實在是量不到 本來而且很多 你們還不 promised 或是跟議會那邊都有溝通 我們一般來說它就十點四十五 那還有一點時間 那時間就不是其他就不再重base 那 原住民的部分 我講這個之前我還是要肯定一下對治安 公安 交安 道安 這幾個 那個我們在毒品 這個掃蕩方面 警察 局主要的業務 跨局處都有 我們連續三期 也就每一期是半年 也就將近一年半都獲得 這個內政部警政署評比的六都第一 那加強校園的這些防毒工作 包括輪輪社他們也協助 那我們用擬增毒品 進入171所國高中去宣導 那這個持續來推動 那一些治安的指標 我們也是持續維持 六都第一 這個很值得加許 一到九月 這個內政部警政署統計 這個六都每10萬人的 人口的治安數據 那台東市在犯罪指標發生數 這個還是維持六都最低 切到發生數也是一樣 那交通方面 就是A1的交通事故的建數 一到九月也有顯著下降 那榮獲全國甲組第一名 就道路交通事故處理品質 這個當然都有一些 具體的一些創新的做法 那 其他我想就是原住民的部分 那個和平專案我們在議會有報告過 那今天特別請原民會來報告 那也請了我們和平區 林建堂區長來 他應該是最清楚 因為他 他 他統治台中另外一半 這是和平區 他是最清楚 為我們做一點補充 那這個 細節我就不講 直接交給我們 那個原民會是馬藥古墓主委 看看誰報告 來請 專案報告 專題名稱為本市原住民政策 推動成果與未來展望 請原民會馬藥古墓主委報告 市長 各位 副市長 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那 在這一次我們要做專案報告之前 我們是以原住民 原住民日作為我們第一場 那麼這次是一個比較通盤的 過期所做的跟要未來要面對的 我們做簡單的報告 那這個大綱上我們就依這個大綱來刨 希望能夠在有限的時間把它清楚的說好 就人口的比例來說 那麼我們從104上任之後到這個106 基本上每一年原住民的這個成長率是大概在530左右 每一年原住民的進出 固定在530上下 那現在的人口數我們是33,726 基本上這33,000多的原住民是相對在 族群人數的多樣性裡面是相對極為重要的 因為他們複合了這個原住民文化族群的這個研系 那所以這3萬多的原住民人口 那有近8000是就原鄉部分 所以在將有28,000以上是來自我們台灣 甚至來自這個達悟祖蘭伊島的部分 也在我們台中市來深耕 所以就人口裡面來說 這3年我們每一年有526的這個增加的人數 穩定的成長 那麼成長的比例上 或者說為什麼會來到這裡 既我們自己私底下跟族群的這個閒聊 他們說是第一個 那是因為有穩定的工作 那這對於一個一個 要定根在台中市是一個非常好的 第二是一個福利政策上的多元性 像完善 那麼第三個我很好奇的是 我們的族群會對台中是一個 相對是比較友善 那其中有一個我特別問到我們的族群 說台中市的大環境相較於北部 比較不會歧視原住民 所以這個歧視對原住民來說 是要破除的 在社會上要破除的一個社會的陰影 但是我們的族群對這個在台中市的遺跡 那其中有一個友善 就是第一項的友善就是 比較 對北部來說 我們這邊比較不歧視原住民 那特別是最近在花東自強 在這個租屋的部分上 雖然也有碰到一些的 那一些 非原住民的這些住 這個房東 但是透過幾次的溝通之後 相對友善 所以我們的族人 在這個部分上得到 在精神上的滿足 在人口的比例上 我們三萬多 在區域裡面 當然就單一區域裡面來看 還是以和平鄉 和平區 最多的單一的地區 那基本上是4200多位 那就在原縣市裡面 以這個太平是最多 那幾次是在台中是在北區 北屯區 然後是在大雅 這個是分散 所以在1000多以上的 其實基本上是非常 這個平均 原住民不會集中在另外一個區塊 是平均 對一個民主的發展是有幫助 那特別這一次我們的活動 在辦這個封年節慶的時候 因為社團的這個滲透力 在每一個地區都有 所以很快的就會造成 族人在活動上的資訊上的 這個接收是非常快 所以在人口的分佈 那在人口分佈之外 我們這一次裡面 我們很特別重視 在地的平均族群 在地的平均族群 除了我們16族群之外 那在地的平均族群裡面的 Gahabu 或者是Papula 或是Papula 在這一次我們封年節慶中 第一次邀請他們 有回家的感情 他們每一次來參加 我們的任何的會議的時候 特別是巴仔跟Gahabu 又回到台中市 他們原來的故鄉 就在台中市 雖然他們遷徙到這個埔里 或遷徙到石岡 或者是石岡更進去一點 基本上台中市一直到海線 都是Papula 或者是Gahabu Papula他們的傳統領域 那麼這一次我們的傳統的文化活動 特別邀請他們透過溝通協調 他們樂意參與文化的展演 在這個文化的醞釀裡面 11月份我們會舉辦 第一次平均族群在台中市 有文物的展覽 也會在這個大雅的 綜合文化服務中心 那個地方是巴仔和Gahabu的 傳統領域 他們回到自己的領域上去 把傳統祖先的這些文物來展現 他們有非常激動的這個 這個人類 上上個禮拜六 就在那個洲際棒球場 他們第一次在台中市表演 巴仔族的文化 讓我們非常的驚艷 那這也是對一個 原住在這個地區的族人 是友善的一個對議 二來也讓原住民了解到 原住民之外 拼捕族群 這個之外 也讓我們開放的台中市 了解到原住民的十六族 民族之外 還有一個被隱藏 大家一直努力要做的拼捕族群 在文化的業務部分 在特別我們在前年 去年我們代表台中市 到這個奧克蘭 到紐西蘭 來做這個二十週年 文化活動的展演 其中在台灣日裡面 我們的文化活動的展演 是整個活動的焦點 也讓我們孩子們 跟這個在文化的過程裡面 跟來自台灣的台巧 包括這個毛利人 來一起做溝通 就文化的這個無國界線 達到一個最高的一個境界 那個從此之外 在這個農特產品之外 我們也特別積極的 跟我們和平區 林區長這裡做協調 那麼我們可以 過去本來我們是 自己有獨立 有為田市做了這個展演 不是這個展授 那麼之後我們就集中 給和平區 我們就只做部落的深度理由 這個部落的深度理由 基本上就是秒殺 這大概擴充我們部落的 在地的文化 在地的這個產業 所以結合文化之力 包括農特產品 這樣的行銷 也讓進入原鄉的 這些非原住民 甚至是在都會區的原住民的青年 能夠親切地跟地氣連結 在我們的這個手工藝裡面 在手工藝裡面 我特別要跟大家來說明 手工藝裡面 除了大家熟悉的編織 跟這個雕刻之外 台中有一位 可以講說是台灣 非常奇特的一個原住民 他在寫 跟日本人寫起七億 也屢次 獲到我們本市的這個贊賞 甚至我們這個 其中有一個 還有一個是千度 這個藝術之花 他把排灣族的這個原來的傳統美邪 透過泰魯閣的這些的 這個精緻的 這些構造 成為我們台中市很重要的伴手禮 也都是出自於原住民 所以在文化也好 在產業也好 多出自於我們這個 這個十六族群裡面 我們希望在這個十六族群裡面 在未來 貧布族群 納入成為我們這個 國家第十七個民族之後 我們會做更兩善的一個溝通 就從預算裡面來看 要感謝市長 這個可能要麻煩要快一點 OK好 這樣 因為你的報告很豐富 有些參考書面 我們時間都要進議會 以前我是林牧師 所以會講很多 就預算來說 就預算來說 金老闆謝市長 各級處的這個協助 那我們這一次相較於去年 我們有多了六千多萬 在這個 五億 將近六億的這個預算裡面 我們集中 大部分集中 是在社會福利 跟教育跟職業 那社會福利跟教育 最能夠讓主人直接感受到 所以在這個部分上 在明年的這預算裡面 我們有增加 花東新村 將近五百萬 那麼這個小型工程 我們又多了五百萬 那花博 我們跟中央要到兩千萬 那今年已經 撥了我們五百萬的 做掀起的規劃 這個在小 這個部分上 是讓我們能夠在 預算上 跟執行上 五貨國之憂 那 像 至於在上一次 在議會裡面 有議員提出 那對於我們本市 跟 跟人口比例相仿的 高雄市做出 比較是 不利於我們的 但是據我們了解之後 因為他們有三個 岩箱 高雄市有三個 岩箱 那麼光是岩箱的補助 就多於我們的一個 和平期 這是第一個 那麼第二 這個 在這岩箱的補助裡面 大部分的錢 都是放在那個 進法補償 所以進法 進法補償 就是用在土地 進法補償 那麼我們的部分 是我們的 預算集中在我們的 社會福利 在社會福利裡面 當然我們在未來 也積極要跟 中央研明會 來爭取 這個補助 還有一個競爭型的補助 還有專案型的補助 是我們本會 要積極努力的 在這個之外 我們和平專案 我們已經很熟悉 基本上在和平專案裡面 我屢次 遇到我們的主人 給我們一個 一個口號 一個很好的slogan 叫做 走動式的管理跟服務 他給我們一個 給我們一個標誌 說我們 新的市府團隊 就是走動式的 管理跟服務 那這個之外 我們也做了 在和平專案 我們把愛新巴士 做了一個妥善的整理 妥善的一個規劃 過去是有 和平氣功所 學校在使用 有研明會來管理 這個會造成一些的 安全上的疑慮 所以在和平專案之後 旅次教育級 和平氣功所 我們達成了這個 愛新巴士的轉移 讓學校 氣功所能夠 按照他們的需求 來規劃 在小新工程上 特別 在小新工程 基本上我們要做的是 跳脫 剛剛市長一直很強調 的是簡化 這些的一些的規定 我們在龍路上 這個 還有邊側的水溝 還有這個圍牆 做做我們小新工程 在這個小新工程之後 我們在和平專案裡面 我們積極來跟和平氣功所 特別在上次在這個土關 我們做了原住民市集的這個廣場 也提供了當地 那非常透明 或者是更廣的一個 一個提供的平台 在這裡面 在農特產品的行銷 我們去看就好 那這個部分上 在106 我們在和平氣功所的這個 各項的經費上的補助 光是在這個 這個和平大概就2億8千左右 那是2億6千左右 就是要補助到這個 和平氣功所來 為和平氣功所來做 做最好的服務 除了之外在和平專案裡面 我們有一個 一個專案就是松茂簽的專案 因為每一年 依據我們這個 每一年會有4公分的這個滑落 滑動 所以為了這個 我們在今年的4月23號 把嚴重的酒戶已經安置在 這個這個零和組合屋 那另外的75戶 其實基本上 這包含還有漢人的部分 將近100戶的人 基礎在松茂的 這個潛在的危險區域 那我們正在 已經要在做那個 督船環品的部分 那最近下個禮拜 也會做督審 這個部分也積極在規劃 也積極在執行中 這個都是在松茂 這個在和平專案裡面 做了很多的鞭測水溝 這是和平專案 這也是和平專案 這個是在松果巷 特別跟大家來報告 在這個耶穌堂旁邊 竟有6分多地的這個地方 我們規劃成為這個 松茂部落 牽建的一個地方 那這裡已經在做那個 水保環品 都根的部分 那這裡我們但是 還要遇到一個困難 就是要排戰的部分 因為這個跟退府會 這個我們會跟中央 來做協調 還有七工手來做協調 那和平專案裡面 在重要的是我們也 感謝市長在12月23號入住 那這個讓我們的主人 能夠有安全的 原鄉之外 我們這個都會區 在都市裡面 依據這個人口上的分佈 我們有87%以上的 原住民人口 是基礎在 分散在我們整個都會區 都會區裡面 我們有一個比較亮點的 就是綜合服務中心 要積極地提升 它成為一個民族 文化一個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們給它 成原住民的神話館 讓這個館 是會說話的 會成為一個教育的地方 不僅是原住民 目前 我們的這個專案報告 在下個禮拜 要向圓明會 提出這個書本上的 紙本上的報告 也謝謝我們小林副副市長 在3月23號 我們親自到中央 跟中央的長官來做說明 這個之外 我們發動自強 在6月30號 跟7月底 我們正式跟社會嚴見的單位 在目前如虎如荼的 來建立 那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 在金發集裡面 我們有被安排 有10個攤位原住民的 我們除了要讓原住民 有一個平台之外 讓他們協取自立自強 那麼我們也做了一些 文化的圖騰來進入 提供原住民在 在 在招商的過程中 更有可以打卡的地方 我們也做了一個 職業訓練 特別職業訓練裡面 我們都會強化 原住民的風味餐 除了一般比較routine的 咖啡烹飪之外 架食之外 我們會專注在研發 原住民的風味餐 那目前這個神化館 我們預計 在整個六層 整個六層跑上 大概會在109 8夜會正式起用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那因為在前瞻計畫裡面 沒有把這個 這種的計畫放在裡面 我們已經提出 原住民現在有一個叫 部落之星的計畫 還有一個是競爭型的計畫 我們都會相繼把這個 這個神化館 會放在這兩個計畫 下個禮拜會到原民會 去做書面上的報告 那花東之強 也要感謝我們市長的 這個積極的 那市長有一個 非常貼心的 有一計畫 讓原住民 一直是不會忘記的 一直非常貼心 是只要有心就有力 到目前 一直影響到我們的族人 我們會更積極的 來協調 也感謝各個局處 在這一個 兼具的這個 兩個新村裡面 達到一定的共識 那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跟 在 在今年的7月份 我們跟社會員建 在這個 詞記 一起來做簽約 那基本上 我們的 市長在大進場的時候 我們的主人 非常的 這個活潑 熱情過度 會影響到 市長的新陳 那常常 這個是我們的族人 對市長的這個感謝 這個之外 我們也 這個剛剛有說明過 建國市場 有這個10個攤位 他們積極努力 在都會區 提供新的可能性 來提升 我們的經濟上的收入 也降低這個 貧富的一個 貧富的差距 在職業訓練上 我們比較專注在 長照 除了一般的 目前我們在 培育 更多的長照的 專業的人士 來未來在 提供在 原鄉 跟我們都會區 在社會福利政策上 跟 對不起 在拖老 拖育 跟假牙的補助上 相對的有 有 減 選住的這個增加 但是 假牙的部分的 相對的 減少 這是對我們的一個 口腔的健康來說 是好的 因為這是公財的 這個專案補助 在拖育的部分上 我們是在這個 三歲到五歲 做專案的補助 讓孩子們 讓父母親 無厚過之憂 讓這些 為協領犬的小孩子 能夠得到 妥善的這個 幫助 那拖老的部分 在這一次裡面 我們有增加了 原鄉 有這個 四個工作 文化建 文化站 我們在 都會區 最近剛成立了 一個 我們有三個 所以總的來說 我們 總共有七個 分散在我們的 這個 台中市 那麼未來 我們會 這個文件站 就是 文件站裡面 它包含 非常多的一些工作 是多演性的 除了這個 提供餐 健康之外 還有文化的教育 二來 也讓我們 原鄉跟 都會區的 這個 族人 能夠在這個站 文化站裡面 得到 更妥善的照顧 在教育文化的部分上 我們 除了我們的族椅的培育之外 我們也 也讓 很多的年 學生 在族椅的政策上 鼓勵他們 考這個認證 那這個之外 我們也謝謝 我們 林區長 在和平的 博物碼 也讓我們的文化的 雜根 跟延伸 廣度深度 都兼顧到 這 在 民主的 民主教育上 是一個 進步 或者是 回歸 它應該 原有的這個 文化教育的一個方針 我們的未來 我們的一個大方向 除了這 基本上的 這個 政策之外 我們特別要在這一次裡面 要強化 這個 長照的 長照的 服務點 那 這個前瞻計畫裡面 是以長照作 作為焦點 我們會 跟和平期 做這個 相對的這些討論 看要設置 設置在 對的地方 然後做對的事 我們會除了 除了一般的 Routine的工作之外 第二就是 我們會 積極 這個 神話館 還有 化動自搶 這幾個 大的工作裡面 來辦妥 我們這些 工作 另外一個 我們會 深度的 去做好 食物銀行 感謝市長 在上個禮拜六 我們正式成立了 前國所創的 原住民的 這個食物銀行 基本上那個 原住民的食物銀行 是讓那個 食物 能夠活動 也讓 藉著這種活動中 學習 節減 避免浪費食物 那天 有非常多的族人 感謝 也謝謝 我們各級處 特別是謝謝 我們社會企業 有非常多的 愛心人士 參與這個 有意義的活動 移基的城市 我想 在這個部分上 我們是會把 這個地方是落地生根 這有一個很奇 很奇特的 原住民的 原住民的 觀念是 從 這個地方 回到山上 又回到這裡 是這一個 往返的 這一個 歷史裡面 讓我們的 孩子們在 第二代第三代 能夠認同 這個台中市 能夠認同 這邊的居住者 來繼續發揮 我們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特別會 夥伴關係 原鄉跟多位區 是一個緊密的 原鄉 我們原住民 跟這個 南島語系 是緊密的 這個關係上 我們會透過文化 透過訪問 來 來 建前建購 其他的 就請大家參演 謝謝 老葛 老葛 現在 這個 上山久了 我也繞幾句 原住民化 再來我們請 林區長 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要控制在5分鐘以內 我知道你講下去 5小時 應該是夠的 我們因為常常到山上 泡茶 偶爾喝點小酒 他就促妻常產 而且相約 要去登山 當然 谷關七雄 目前還要繼續努力 好 謝謝 請 好 在這邊 首先 感謝市長 還有我們三位的 林副 三位副市長 在座的所有 急促首長 大家早 早上好 好 在這邊 我要特別感謝 我們市長 對和平的和平專案 造成和平 經歷 雖然在我們這幾十年 的經濟的蕭條 人口 整個環境裡面的 一種的 物質之下 但是今天 市長來了之後 我們和平 專案成立 造就了和平的驚嘆 第一個 我想在台中 全國唯一的 太陽族的民主實驗 國小 第一個 就在我們和平 就在打官 也因著這樣 現在 小林副市長 在這邊叫小林副市長 到和平 他要叫我大家長 因為他的夫妻現在簽到我們和平 所以在這邊 我真的要感謝我們 通勤 和平專案的召集人 大林副市長 雖然我們的張副 我跟他經常爬山 所以造就了我們 谷官七雄 現在 我們 要 要向我們 觀光局 農業局 我們另外一個驚嘆 我們休閒農業區 全國在每一個鄉 只有一區 但是和平 經過我們 我們這麼多的 各級處的單位 關心 支持 鼓勵之下 我們在這一次的農委會 的評審委員裡面 我們爭取了兩處 一處是博愛 第二處是大雪山 現在已經通過 在推薦一些 補一些的文件而已 那第三個 我要在這邊 經過 這個三年的努力 在我們這一次的 觀光局的 所謂一切的活動 在 這個月的中旬 我們這個景廣 廣播公司 廣播電台 報告所有的 所有的旅遊客們 不要再進到和平了 和平再 塞爆了 我們已經有 二十幾年沒有這樣的 這樣的 情景 真的 和平 一天一天的在進步 昨天也是我們 這個和平的 和平 這個盛事 及 猛約五月松的活動的 最後一天 整個 谷關地區 塞爆了 每一家的 飯店 都幾乎 都是住滿 甚至 來自高雄的 過去的 小巨人 楊秋心 縣長 帶著他的 團隊 也進駐在我們 谷關 我昨天也陪他們 一天 在那裡 到大道院 我想 在這裡 這麼多的 在我們和平裡面 已經走到 另一個階層 我記得我們明年 經過我們林大副市長的 關心 將我們明年在6月 我們的 037道 就要通車 未來上線的主要的 台八線 我跟副市長 也在一直在 在努力 但是 我要在這邊告訴各位 我們和平 在我們中橫的部分 在大甲溪流域的生態 所有的 已經在成長 唯一現在欠缺的 一條路 藉這個今天的一個機會 我們 自達地區的 需要再關注 我想自達地區 他有 有很多的條件 非常漂亮的 就在我們 寫商 過去的寫商花園 我想寫商花園 要說只要經過 大家的 我們在 預祝 他的植被 這麼漂亮的環境 有 現在已經在整個 世界媒體都有報導 有我們郭 郭富城 所拍的西遊記 這場景就在那裡 那當時動用了好幾 四五百人在那邊拍那部電影 那我們的 這個賽德哥巴賴 也在那個場景 表示什麼 表示那種 自然環境非常的優質 我希望在這裡 希望能夠在前瞻計畫 能夠 預祝在我們這條路線上 另外 我們現在和平 最困 最困境的 也就是留住人才的問題 我們要留住人才 因為我們沒有完善的住宿的環境 沒有供給 那一些上班人的 居住的環境 我們那些宿舍 幾乎是四五十年的老房子 但是我們 我們有這麼好的一個條件 我們的那個建地墓 將近有 將近有三分地到四分地 將近上一千多坪 我想在這裡 是不是藉著這個 今天這樣的一個 專案報告裡面 我們和平 已經 一直在進步 唯一沒有 意住在的地方 因為我們那個宿舍 可以做很多的 功能 是多元的一個園區 甚至長照 V級的長照 也可以在建設在那個 那一個區塊 那個根本 那土地上根本就不需要 環平 就直接它是一個建地墓 我想在這邊 藉著今天這個和平專案 市長也只有給我五分鐘的時間 我一直在看那個時間 有一分鐘 那我要在這邊拜託 各個局處 我謝謝你們 代表和平區 尤其我們觀光局 農業局 以及我們建設局 各個單位 在你們關心 又精發局 財政部分 你也跟我一樣 我們都信您的 你以後不要再為難我這邊 聽說你對很關心 我謝謝你 最後 我要在這邊要感謝 我要感謝我們運動局 我這次編的 我們編的那個 我接了明年 北泰亞運動會 在我們和平區辦 成了 我們這次主辦 在我們和平區 那我們和平區 現在還沒有運動場 我有自信 我們現在下個月 我們就要動工了 我用我自己的本意賺了 兩千萬 不夠的 我要是特別感謝 我們運動局 在我們那個體育署 中央體育署 已經同意給我們 剩餘的經費 要同意給我們補助 所以我在這裡 藉這樣的一個機會 向我們各個單位 謝謝你們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知道你們要到議會 所以我想 未來有一些的部分 我會到親自到各個其處 要拜託你們協助我們和平 以上這樣簡短的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剛剛 林區長提到 有關跟和平 發展有關的建議 我想就把它納入我們 後續和平專案 來研議推動 那我請大林副市長 就這幾個項目 我們來做一些 先跨局處的討論 那時間關係沒有辦法讓各局處講 不過大家都一定有很多心得 因為我 除了定期上山 我也請我們各局處同仁 每個月都有兩個局處 那都去了解 實地上去感受 駐一夜 去解決他們 基層 長年 這些反應的問題 那 我先講一個觀念 就是說我對於 這個 就是說族群 跟多元文化的看法 一方面當然我們要照顧比較弱勢的族群 可是 可能更重要你要把它當作一個 文化資產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它不是 負債 它是資產 那 台中是一個多元文化 可以共生 共榮 共好 的一個 社群 那這裡面 可能 可能會呈現台中跟 台灣其他城市 我們更 具有進步性的其實是怎麼去看待 族群文化 的多樣性 的問題 你說 我講過一句話 就是說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 文化是城市的靈魂 我也另外講過一句話說 彩虹之美在於多色 併存 那麼 社會之美在於多元共榮 所以 一個文化其實 它的特性 它會注入 整個社會 創新 的元素 所以原住民族 除了我們站在就是 它是比較弱勢的族群 要去 關懷照顧 促進公平正義 其另外一個角度是要 讓它發揚光大 讓它來對於 所謂主流的文化 或多數族群 的這一些 視為當然的 觀念 可以 可以對話 所以我們不只是 是 今天報告原住民政策 我們客家 政策 還有先前 金住民的政策 我為什麼 三個都拿來報告 其實就是在 看 這個對台中來講是個寶就對了 你不能 因為主流族群 它 它很自然 它多數 它不會感受到 這種少數 或這種 比較特殊的 這個文化 其實它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 這一點是 觀念上跟大家先交換 那麼 實質上 如果純粹從政治考量 這 就像林區長講的 我 我上次選市長 29個行政區 唯一沒有 選票沒有贏的就是和平區 我不是因為選票 我是因為這些人 雖然人數不多 但非常重要 我們都是抱著 其實 有機會在公務部門服務 能夠做一些事情 我們推動市政三年多來 如果你問我 最有成就的事情是什麼 我會講 我們的和平專案 以及對原住民 所推出的這些政策 因為 這個你走在基層就知道 他們怎麼反應 是發自內心 那原住民當然也在和平區 可是也有在都會區 所以我們 很並重這兩個部分 所以和平專案 我想在這個部分 就是跨局處 就是這個 在合作非常重要 所以各局處要支持原民會 跟和平區公所來推動 另外就是我們也開始展開 都會區原住民族的座談會 目前辦了豐原譚詞等 這應該持續辦 然後去好好的去匯整這些問題 除了我們解決花通跟志祥新村 這個18年來不可能 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到我們需要打造 這個都會的原住民的 文化部落 包括大雅的原住民族神話館 其實這個都有它特殊的定位 的一個作用 那麼 在都會的分散 到底什麼樣的方式是對他們照顧是最好 其實剛剛那個 主委或者是區長都提過 其實工作 還是最重要 就工作什麼樣 讓他可以就業可以創業 這個服務是最重要 所以我本身也兼 原住 民族 那個 部落大學的校長 我就是希望在人才培育上 真的是 讓原住民 可以有好的工作 這是非常重要 那 也因此 在預算配置上 我們持續有增加 這一點很好 因為 有時候議員在質詢的說 好像 比較的基礎不一樣 我們有增加 這個是很正面 要感謝財政局 那 也希望就是 能夠參考中央做法 有個統一的計算的標準 然後進行長期性的 統計分析 我們當然一定會繼續增加 但是絕對不是說 我們 我們編的比較少 再怎麼編都不夠 那麼 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前瞻計畫 或其他的一些重點 我們當然也來加強爭取 然後也希望能夠賄賂民意 有一些基層的意見 非常重要 像柏烏 這個 這個學校 大家對名稱 我們也是用公民參與 有一些基層 大家對教育 到底需要什麼 這個部分 我想區長也可以協助我們 甚至有一些參與式的 預算來推動 都OK 很好 但大家很關心的是社福方面 我們對原住民族 不管是裝假牙 降到55歲就可以 還有所有的這一些其他的 非常多對教育的投資 尤其剛剛提到的幾個一些學校 相對醫療資源 像衛生局 我們都在持續處理 其實因為 衛生醫療 是健康的基礎 因為偏鄉 這方面其實都是 真的很不平等 你說你要他裝假牙 他只找不到牙醫診所 所以很多的行動 醫療要進入到 偏鄉跟社區 他走不出來 我們走進去 像疫苗的 這些注射等等 我想衛生所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來結合一些大的醫院 的一個協助 那脫老脫幼 結合社區為基礎 其實去建構一個原住民的部落 文化是必須在社區基礎上 不管是在山裡面或是在都會 所以為什麼我那麼重視 自強跟花東新春 因為那是台灣 幾乎是很少見 那麼完整還保留部落文化 那他們的生活習慣傳統 其實這些是傳承下去 非常重要的項目 不然他就被同化掉了 那再來就是有一些 當然就是像一些機構也是要加強運作 包括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現在在都會區跟和平區各設一戰 那這些除了政府預算 也要爭取民間的這些 公益慈善團體 很多人都要捐助 那怎麼樣能夠到位 真正幫助得上這些人 那 硬體的建設也有不少 我想 除了剛講的神話故事館 這請林英元副市長在督導 跨局處的 寫條 現在能夠有更大的進展 那和平區的和平公園 運動公園 的推動 包括剛講的操場 博物碼國小的操場的興建工程 那因為原民的運動 明年也是我們台中市要處辦原住民 運動會 搭配剛講的北泰亞 那有一些運動設施場館 當然不用都比照室內 因為環境跟族群的特質不一樣 但是基本設施是要有的 那剛才提到交通 那麼這個確實 那個台八線的打通 上線青山段 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會請大林副市長 持續來 克服一些問題 那這個零三七線 這個就這樣通車了 至少可以讓有一些進出會比較方便 那有一些吊橋等等 那個相關的一些交通設施 因為地震或颱風而影響 這部分我們有一座已經在發包施作 另外也來進行進行推動 那麼其實有一些觀光文化景點 像谷關就是那個龍谷瀑布 我們也有在加速來推動 那一些文化軟實力 或觀光的一些提升也非常的重要 這一點結合農業局 因為畢竟農特產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經濟基礎 其實我想農業跟文化 這兩個是觀光的很重要景點 那有一些設施確實老舊 或者是可以再做一些規劃 來招商或引進人才 那我也要特別提到教育方面是非常重要 教育局做了很多也不錯 但是還要再持續加強 除了原住民學校 博物 馬 國小 未來往國中 或其他的因為人口分佈 學校裡面的孩子所涉及到的客服 還有這些相關的這些照顧 好 最後就志工 我們最近在辦那個國際志工工作營 這應該是社會局 也相當成功 這可以跟和平區多多來結合 也請原民會來參加 包括合辦的這個大安西泰雅部落工作營 這都非常有吸引力 深度旅遊確實 我想管理局也做得非常的多 最後就是政績宣傳 我要請這一個 研考會跟新聞局 協助原民會 把我們做的部分要呈現出來 我們比較清楚 跟社會大眾不瞭解 有做就應該來做這些做好文宣 的工作 好 以上我想 做一些歸納